你能想象一枚芯片消耗几千十几千瓦的电力 甚至可能超过家用电炉大型工业设备吗 这个可怕的烧电时代可能就要来了 世界芯片代工巨头台积电 以计划生产晶圆级的巨大超级芯片 算力可能达到现有系统的40倍 自然它的电力消耗也极为恐怖 可能会达到数千瓦 这意味着它的用电量将可能会超过电炉 好吧 未来芯片就可以用来煎鸡蛋 我们再也不用点外卖了 所谓晶圆级集成 简单来说就是一张晶圆制成一个大芯片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制成数十数百个 然后切割成一个个的小芯片 晶圆级集成可以减少芯片间的物理连接 降低复杂度 简化系统 然后因为数据传输距离缩短 可以极大的减少延迟 更快的处理信息 提升芯片的整体性能 同时还可以减少功耗 开发出前所未有的高性能处理系统 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领域 有着巨大的潜力 比如英伟达最新发布的 史上最强AI芯片 B200 GPU 就是将两个超大型代封装制成的 两个B200再加一个GRACE CPU 就构成了GB200加速卡 两个GB200再组成一个计算节点 18个节点再组成一个RAC机架 一共有36个CPU和72个B200GPU 称为GB200NVL72机架 就可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了 但如果把这些都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来 这就是Celibri System已经在做的事情 现在最大的晶圆尺寸只有12寸 它们就在12寸的晶圆上 集成了4万亿个晶体管 制成了90万个内核的WS13 总面积46,225平方毫米 和人的脑袋差不多大 一个芯片就可以训练24万亿个参数的大模型 可以构建出比GBT10大10倍的大模型 制成是世界上最快的AI加速器 那么这个芯片是谁制造的呢? 没有任何悬念 肯定是台积电 不仅WS13 特斯拉自动驾驶 FSD已经结束公测 并已在中国初步获批 你知道它的灵魂是什么吗? DOTO超级计算机 专门用来训练视觉神经网络 里面包含了7360个第一芯片 这个第一芯片也是台积电生产的 25个第一芯片网格化封装 就成了一个训练模块 这个封装也是台积电完成的 在近日举行的北美技术研讨会上 台积电详细介绍了半导体 和芯片封装技术路线图 未来将在整个晶圆级规模上 集成系统 创建高性能的计算 目前特斯拉下一代DOTO训练模块 已经投入生产 到2027年将通过更复杂的 晶圆级系统技术 将它的计算能力提高40倍 具体来说 台积电将通过COVER式封装技术 将多个芯片安装在一个单独的硅中介层上 超越传统单芯片800平方毫米的尺寸限制 制造出更大的超级芯片 目前也可以创建最大为2831平方毫米的中介层 MD的Instit MI300X和英伟达即将推出的B200加速器 就将在这个尺寸上封装 而下一代COVER式将达到4719平方毫米 可以支持更多的HBM高带宽内层堆战 计算性能将高出当前技术3.5倍 到2027年将进一步提高到6,864平方毫米 可以集成更多的逻辑芯片和内层堆战 预计性能将达到当前技术的7倍 但你发现没有 这个面积比起台积电为Celibris System制造的 46,000多平方毫米的真正超级芯片面积要小得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Celibris的技术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设计了更多的荣誉 来避开晶圆上的固有缺陷 因而可以让晶圆级的超级芯片正常发挥作用 而台积电的封装实际是将更多小芯片封装在一起 提高芯片之间的数据带宽 让它们可以像单个的大芯片一样有效的工作 而不是直接制造成大芯片 不过不管是直接集成 还是间接封装成大芯片 目前还只有台积电有这个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对算力的指数式增长需求 晶圆级超级芯片会是未来的趋势吗 不管是不是 这种芯片即使会降低能耗 也会消耗比现在更多的电力 像Celibris System的WS13 功耗就达到了惊人的15000瓦 这都不是电炉的功率 而是大型工业设备了 台积电未来封装的大芯片 至少也会有数千瓦的功耗 煎鸡蛋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超级芯片一枚 可能就要数十数百万美元 煎鸡蛋肯定是必须避免的 不然鸡蛋熟了 AI也死了 你觉得会采用哪种方式来冷却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